副主委請教一下 就是那個EFA剛剛在立法院通過嘛 那通過之後我們跟副主委請教一下 通過之後整個兩岸協商的程序 就是說是不是我們必須要派一個人去協商 還是說兩邊用書信協商 或者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協調 最後這個生效的物質 就是後續整個程序應該是怎麼處理的 這部分按照協議第15條的規定就是 各自完成下班程序 那目前我幫的部分 應該是說在立法院的部分裡面完成 所以要等立法院正式做出書面的結論給行政院 這部分大概他會完成 另外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相關的法律配合 那這部分呢立法院呢他會執行總統的公布 所以他那邊還有一個公布的程序 公布程序之後呢那邊還有一個法律的生效實踐 所以大概這些都會要等到整個晚輩 就會請出所大概所謂的相關程序 大概是在什麼一個境界 所以我想這部分 我們也請我們國會科爾法儘管跟一般 都要進行後續的進步 因為相關法律的部分是昨天 警察的海關紀錄稅程中了 但是他只是三度完成 所以他還要送總統府去 執行總領公布 然後呢還要指定一個執行 執行要入期啊等等 執行大概都還有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想這部分都會在後續的關切他的進度啊 那整個完備的時候呢 當然就會通過海基海協 來以各方書面或者電話的地 去相互了解或說明彼此的相關程序的進行 就是我完備 如果雙方確定完備 那我相信 那時候就依照這個15條的後半段 再提到就是以書面通知另一方 也就是我不會說用書面的方式去問對方 是唯一的方式 書面通知是等到雙方大概都已經確定 說我可以程序完備 那時候大概就是用正式書面的方式 通知另外一方 所以雙方會受到對方通知 但是在第二天的時候這個協議就剩下了這樣 所以流程大概是用正式書面的 所以現在呢就等於說 這我方案講 我們大概要分兩個程序 一個是協議的文 一個是配到法律的文 所以跟英文版的反應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英文版只是為了到WTO去備案 那將來要送 要跟黨員通知的時候 是告訴他說我們有訂這個東西 我記得我上次跟他報告就是 我們基本上通知的時候 告訴他說我們有訂這個東西 相關的資訊可以上 我們的網站哪裡可以找得到 但是如果他們要進步了解 上我們的網站都是中文版 所以我們就 由主管居然去做成英文版給他們參考 方便他能了解內容 所以那個英文版跟這個一點點不同 連跟WTO都沒有一個別的英文 所以 所以副作者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們這個協議 不會有兩個文字版本 只有中文版一個對不對 所以那跟英文版的翻譯 那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英文版翻譯 我們還要給對岸去協商呢 如果像你講的只是個備案 因為這部分我可能還要問一下 他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因為這部分有進度在完成 他的英文的部分 就我們兩會所有的協議 從以前的孤翁到現在的講程 都是只有一個版本 只不過是有正體之版跟健體之版 所以只有一個版本 沒有其他版本 我們現在有不一樣的是在哪裡 就是以前正體之版跟健體之版之間 用詞不同是用跨幅的 而現在人是不用跨幅的 因為含義相同嘛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 條文協議的之後有提到 如果適任文本中 對應表述不同用於所含的意義相同 就這樣 比如框架 我們是用架構代用框架 所以彼此就用跨幅了 而用這個協議的最後一句話 來去涵蓋他彼此 也有同等的意涵 所以就不再用跨幅 所以實際上來講 現在就真的有辦法 只不過說文字的序述上 也一模一樣 用詞不同而已 但是意涵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意思比如說 我們用數碼 他們數位 就這兩種不同的話 在版本上是 用的字是不一樣 我們直接就用數位 後面就不再用跨幅數碼 以前在第四次以前的 包括古往 都會用跨幅的方式 把我們自己的線寫前面 他的線寫後面 但是呢 他的線寫後面 但是用跨幅 對方的版本呢 就是寫他們自己的 然後把我們的用詞 用跨幅的方式寫後面 現在呢 你看到 在這一次的 這兩個協議文章 就不再用這種方式 因為雙方已經找出 就是說在 在討論過程上 就找出底詞 意涵一樣的 一樣的 這樣子的一個敘述方式 所以譬如說 我們舉最簡單的理想 就是 框架跟架構 所以你看我們沒有在 用跨幅的方式 把它的框架 跨在我們的架構之後 沒有 那他們的用詞 直接就寫 框架協議 也不再把我們的架構 框在他的框架後面 就是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因為 那這個也是一中各表嗎 我想這樣子也大家 堅持很多 不必要有份好 我請問你 請問一些問題 我繼續提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我們看到政府在不斷宣傳 EGFA 我們的成就的同時 總統幾次用了里程碑這種話 來形容我們的成就 比如說陸生來台也是一個里程碑 昨天我在聽他講的時候 兩岸關係的一個里程碑 他用了這種這麼高度的詞來形容 但是我們注意到就是中共的同時 非但對大陸的部署也到了一個里程碑 不但柱子沒有改 甚至他們的精準跟這個威力更大了 所以政府在宣傳這個兩方面的時候 會不會有偏差刻意的迴避了這個 其實ECFA的簽署跟最近這個大陸所謂 我們兩岸情勢的改善只是從大陸的角度來講 他們只是完成了胡錦濤所講的 軟的更軟硬的更硬 就ECFA是屬於軟的更軟的那部分 而在飛彈的部署方面是硬的更硬的部分 所以當我們政府在宣傳的時候 刻意去渲染ECFA的成就 刻意去迴避在軍事方面對我們的威脅 會不會我們對民眾會造成一種認知上的偏差 我想政府機關針對中國大陸飛彈或者軍事部署 針對台灣的部分 我想我們在各種場合該講都講也都講了 我想這個沒有我們去迴避這個部分 當然因為總統或者政府機關面對民眾的時候 他可能因為這個場合上他的重點可能是擺在 是讓大家多了解現在剛剛簽署的內容 所以我想這部分大概重點也會擺在這個地方 但是針對中國大陸對我們軍事部署的各種說明 我想政府也沒有省略物也不會去掉掉 而且也是直接的說明 而且該有的直接回應我們都會處理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一樣的我們還是會重申 我們現在雖然說先經濟 後政治 但是這對大陸對我們軍事部署的部分 還是覺得這個是也許他要去面對這個部分 副作的意思是 意思就是醫科的學歷都不承認 證照是沒有 那不是這個 這個立場就比較讓人質疑或者是需要被挑戰 比如說今天這個社會上有360行 那大家都去念了相關的學歷 那為什麼讀讀醫生這個學歷 我不講證照 醫生這個學歷要特別的被保護 就是說今天作為一個制定政府 制定遊戲規則的政府 就是說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讀讀去偏袒一個特定的行業 那因為我是學中文的 那為什麼也不限制大陸中文系的學歷 他也會來搶我的檔案 就是說這個政府你定遊戲規則的時候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考量 那這是不是一個被游說出來 特定利益反而游說出來的結果 這應該不是游說的結果 我想 常年來大家對我們自己的 在整個 國人的這樣子的一個 健康的要求上來講 當然 這部分其中我包括一項就是 對醫生 醫生的來源 醫生的來源 你們全部包括說那證照怎麼來 第二就是他知道之前的學生的養成大概怎麼來 所以我們當時教育部是從這項教育部去考量 所以我記得當時教育部針對這樣子做出 一千二股這些的限制跟規範的時候 好像這個大概應該是教育部有相當的說明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再找一些資料給你參考 教育部的資料給你參考 對 沒關係 就你們是大陸政策的主管機關 就是說對所有的政策應該都有說明的義務 那不然的話今天你們花很多錢去宣傳EPA 其實也跟你們沒有關係 就是說不是只挑好做的事情做 就是說醫生的這個事情 比如說今天他去念了醫科 醫科學生他去念了醫科 他不記得要當醫生 他可能要進入研究工作 比如說他在北大醫學院念完以後 他可能回來考台灣的研究所 就是說這個中間證照跟學歷的差別就在於說 今天如果說你承認他的學歷 不承認他的證照的話 他一樣不能變成醫生 一樣不能殘害我們的健康 但是他如果要做研究工作的話 他可以去做研究工作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中間有 對於不同行業的規範不同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說今天這是官方必須要面對的 我想當時教育部 我的印象我在想 當時教育部的考量就是說 因為國內的醫師人員的養成 基本上是有教考用三者合一的 這個基本上他當時的三者是三個階段 因此當時教育部是跟我們說 這種醫師人員他的養成 他還要涉及到所謂的實習的場所 還有醫院他本身對這種實習上所能夠容許的限額這些 所以當時在教育部來講應該有考量到的是 避免這一類的資源 稀釋了我們本國生受教的那種權益 然後呢也保障國人在健康上的這樣子的因素 所以當時就有考量說 針對醫師人員 醫學的 醫師學歷的部分的才能 認為是應該開放 所以當時的考量 應該是這樣 所以 我的了解是這樣 當時的教育部的說法 所以會後我們會再進一步確認 教育部最近有沒有新的一些說明可以讓你參考 我想我會再提報 所以波蘭的我們反而承認嗎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教育部認知裡面 就是波蘭的醫學水準比北大學院還要高 也有人提出這樣子的看法 我想這個 教育部或者衛生組他們都不會有 所以我會想要求你 你會想要求你 我會想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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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